第31题 配置0.5代的氢氧化钠水溶液100毫升 下列哪个步骤正确 我们老师上课教过 我们要最后配出100毫升的溶液 不可以直接加水100毫升 因为这样最后配出来的结果就不会是100毫升 应该是要先加一些水 把氢氧化钠溶解掉之后 再继续加水加到100毫升 因此我们的选项A呢是错的 那么我们到底要加多少的氢氧化钠呢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莫尔就是等于M乘以V 那我最后是要0.5大M 那么出来是100毫升 就是0.1公升 所以我有0.05莫尔 所以我需要装0.05莫尔的氢氧化钠 那0.05莫尔的氢氧化钠是多重呢 那我们知道 质量就是莫尔去乘以原子量 或者是分子量 那我们现在有0.05莫尔 氢氧化钠的分子量是40 所以出来是2公克 所以也就是说 我要取0.05莫尔 也就是2公克的氢氧化钠 加少量的水 然后让它溶解之后 最后再加水加到100毫升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个步骤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取0.05莫尔的氢氧化钠固体 先加少量水溶解后 再加水至100毫升 再加水至40毫升 再加 slip